2018年香港小姐竞选已经完美落幕了,对于今届港姐竞选的结果,大部分的观众都表示,三甲得奖加利都是实至名归的。 不过,对于未进身三甲的加利龚腾右踩,虽然未能成功当选,但决赛落幕至今却刷版了娱乐新闻。 皆因,龚腾右踩被网友指责他的总决赛当晚,刚知道自己落选遭到淘汰之后,就开始全成黑面、脸。 不过,由于到慧玉仙已经安排了加利跳舞的环节,即时是已经揭晓结果被淘汰的加利,亦有份在后来的跳舞环节表演。 而龚腾右踩就是其中一位了,有不少观众就发现,当晚在跳舞表演环节期间,龚腾右踩疑似不满被淘汰的赛过干脆全成黑面表演。 更有网友指他表演不认真,随便,除了全成目无表情之外,务不已全成跟不上节奏,简直就是在体调,缺乏个人素质。 事件经过港媒大肆报道之后,被受外界关注,而龚腾右踩也随即在个人社交网上回应事件。 他极力否认自己因不满被淘汰了,全成黑面,我没表情是比较严肃,哎妈真的我这样我也没办法呀。 而无限兼职何小慧也就此事件出面受访回应。 他更大包在总决赛期间的后台内幕,龚腾落选之后,一度拒绝继续上台表演,而且事前又不认真学武。 我曾经劝告过他,可惜始终危险改善,港姐竞选结束至今,连日来龚腾右踩,都被受网友指责成为先夫所指,更被传绵有及网友封为黑面港姐。 大概是人无可忍了吧,连日来都保持沉默,的龚腾右踩终于情绪报道,以前更是公开板机指责TVB。 他在社交网上TTV代记TVB发文表示,TTV都挺有趣的,他们的处理方法都挺好呢。 我什么时候有拒绝过落选之后要上台跳舞,我们几个落选的女生包括我在内,明明是在后台酷安都上台跳舞。 讲到好像他们束手无策似的,还要如黄之蛇吗?好辛苦才叫到我上台,不喜欢我都不用黑我呀。 言语间,龚腾右踩似乎在极力否认坚持和小慧的说法,表明自己并没有拒绝过上台表演。 他又举言,只TVB举办港姐期间,发生很多不为人知的怪事,TTV比赛这么多奇怪事情我都没有讲出来。 比赛最后一个星期要没有跳舞基础,等我们学四个舞,你期望可以跳到cancer水准,TTV根本就是他不要你,都不给你生路走。 原本受尽千夫所指的龚腾右踩,启亮在发布了这则对TVB绝地反击的回应之后,却意料获得很多网友的激赞监力称,而他也继续留言回复网友表示。 只此TVB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他们当作港姐,就连本色都不是。 他又承认自己说话有点败,但做人还是有品格。 不少网友都纷纷,定制龚腾右踩,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真性情港姐。 据悉,现年25岁的龚腾右踩是一名混血儿,他的父亲是日本人,母亲则是香港人。 他的身世曾经令到不少网友感到心酸。 接应他十多岁父母就已经因车祸去世,他成为了宜瓜,并独自留在香港生活。 经历过波折的他,曾在受访十一数起父母离世,后的往事淡定了表示,其实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十几岁开始,读完中学已经工作自己照顾自己,所以都没什么好怕的了。 所以这次在遭受先夫所指底下,他胆敢公然反击大台PVB,其实还是麻浮和他毫无畏惧的独立性格。 毕竟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依靠,所有的只能靠自己,包括受委屈也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了。 不知道了又怎么看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